今天早上真心驕傲 感覺想要去那些什麼東西 所以決定站到我的腳踏車 拿到GoPro 來看看早上10點的新娘 大家都在做什麼 天氣這麼溫暖 他新娘像流浪的民間路 兩邊有很多賣到水果 還有七彩的搭 不過你可以看到 人其實沒很多 所以我決定站在那裡 可能會更加努力的新娘第一市場 這裡是新娘最大的傳統市場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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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的 在這裡都有 這裡真的是第一市場 到這裡我就是要搭車用鏡的 但是走沒幾步 就有一個小姐來幫我問問題 是這裡的 是啊 你會不會常來這裡放 還好耶 所以你今天沒有上班 我是自己自由工作的 你在哪裡做的 你在做影片 做影片的 所以我現在正在拍 你在拍影片喔 你在拍影片喔 對 那也有一些是年輕人在做行李的 來啦 雞肉來喔 養了喔 在這裡有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因為把GoPro夾在城府上 圍民害了有些什麼嚴重 比較沒那麼好看 這就是啦 但是相信你看到這些圍民 跟聽到這些聲音 應該有一種很快樂的傳統美鳥吧 第一集其實很大 我只怕一世大而已 因為看看時間 現在10點半 我想要去另外一個市場看看 在這裡其實不太好 這就是新的第二市場 很奇怪喔 第二市場怎麼會暗色色呢 這間阿婆麵店是我讀書的時候 最愛來的一間店 只是不知道現在還有在營業 外頭一看 上面那是很傳統古早時的駐店 這裡裡面真的是暗色色 我跟外面調好比較更的 讓大家看看裡面是生意中什麼樣的 這裡根本就是一個已經豐富的市場 由商品裡面的瓶瓶、銅球、胡蘿蔔可以搖到 這以前應該也是很趣的地方 只是現在只剩下這幾檔有在做生意而已 也要感謝因為他們 讓這個市場還繼續我下去 接下來我後來的目標是新娘第三市場 很趣的一個新娘這麼小的 近年有三個市場 這個市場也是我小孩常常來的地方 你看還有古早味的甘馬店 第三市場的蛇也是賣賣賣的 就這樣,就這樣 我發現旁邊有這樣的社區 你看,這家的家 現在真的越來越少看的 後來我們回到第三市場裡面 還有客人買東西 旁邊這間賣魚的蛇 我小時候經常來這邊賣三個魚 我也想起小孩的時候在這裡獲得一百塊 我阿嬤帶我去買七頭麵 但是我只花十塊而已 市場外面也有很多人繼續在做生意 我想是我來得太晚 上樓梯的時候應該已經過去了吧 啊看一個時間耶 差不多要來吃野菜回來 所以我決定來買一些東西 騎著騎著 欸 稍等耶 我們回去拖到那裡看看 你看 這裡還有這麼傳統的古廚 還有人家在這裡 這都是有歷史的古廚 有一種頂一個世代的感覺 甚至你可以看到他們的門牌用粉刷寫著購買 等一圓圓就到我買的麵店 在這裡讀書的小孩都知道這兩間店 隔壁是在買麵糕的兩餐 這間是以前一堆阿公阿嬤在做的麵店 有一個小的乾液麵 對 然後再一個雞爐飯 現在已經讓後一台吃手 每天回來的新娘我都會來吃這間店 快點一些核心時代的煮味 一切 只要六十 你看這樣才六十塊而已 售賣又好吃 還可以吃到百塊 在在等級的樓中我開始想到 新娘已經不像以前很久了 樓中不太多了 阿飛魚的大家都在上班上可 跟你在這裡騎車黑白洗 這裡的房子 古的跟新的廣中有 還有身邊佩優的老杖手 也是有很可愛的小孩 這裡的遊玩是一個簡單普遍的地方 騎到腳踏車 可以很輕鬆地慢慢洗或洗 其實未來的新娘會變成什麼樣呢 我怎麼知道 我只知道我愛是會回來吃 吃一些記憶當中的東西 阿再來咧 不然在後面我會來試試 硬暗十點的新娘 大家是在做什麼 帥